對,那就是我已經處理好了 這樣花芽就很快,種下去一個禮拜就差不多了 老師,你前面是往前會處理嗎? 不用處理嗎? 有一點麻煩 要先把果皮、果肉全部都洗乾淨 然後泡水 之後我們會涼乾,涼乾再放入加鹽蛋 再多一點,拌 不會記不得的,應該是有的 我們看到有這樣的花芽之後,來處理就要不要緊 看著,我們現在先用這個簡單的塑膠盆來做 因為你們要用比較漂亮的揚盆的握手 給你看 我先把這個叫椰籤 椰籤就是椰子 好,先把這個弄出來 這樣一卡片 好,然後 這樣在裡面 也不用加太多了 這時候,你都墊底 小時候都不會露出來這樣 好 再來,你加上這個小石頭 小石頭 小石頭 差不多半公分,差不多一公分就行了 好 這是一般的石頭嗎? 對,這是宜蘭石 宜蘭石 我們建材料都會買很便宜 一大堆 那我們可以去海邊 海邊捷魚可以 那海邊你要把那個鹽去掉 要泡水泡久一點 好 然後再加椰籤 好像桑梨汁一樣 把那個小石頭 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那可以要拚的時候嗎 可以嗎? 可以 你要這麼碎,不要稍微 好 要平均一點 要大小了 然後呢 撕一點水 然後呢 這樣扣水 然後弄水 然後弄水 然後壓一壓 用手指把它壓一壓 扎水 這樣子 扣水 流掉 那我怎麼 下面沒有洞 是水要什麼 對對對 沒洞就這樣處理 沒洞當然比較不好處理 那今天因為大家 新手 所以用有洞的來處理 比較存活力比較高 沒洞的澆水什麼都 都會比較好 有洞就沒關係 澆水還會不掉 所以你做月水就能掉 再來 我們就加這個 好可愛 好可愛 這是小東西 這個 演藝店的 我加一個 這個 這就是 所謂的 無菌 無菌 無菌培養 這不是土的 這是椰子纖維的殼 去把它腐化 攤化 然後到外面 所以去買 就是要特別 剛剛講的 無菌培養 無菌 無菌是一般 講無菌的 事實上 比較少 也相對的很少 它沒有蔥卵 因為蔥卵 因為蔥卵 有蔥卵它會腐化 變成昏潮 我們就這樣看 稍微把它壓一下 也不要壓太緊 讓它很爽 它這個圖不要超過這一層 寄給你們 不要敲回 不好意思 不要在那邊 好就是這一眼 有一點 因為等一下 我們不要放走 還要加麵包子 用手 手指壓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 這個時候就不要用那個 因為它整個 你會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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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我們用這個筷子 等一下 你會有一點 打算 我們開始中 我先把手指 我們挑最大顆的 最大顆的 跟長得比較大 因為它 既然它跟長長的 就比較快化眼 我們也準就是把 比較快化眼放中間 好 比較快化眼 比較快化眼 像大哥的一樣 反正會長得比較高大的 從中間 我們目的就是讓它 中間長高一點 把周圍 矮一點 有一個 樹的形狀 然後下來 從中間 掉下去 那這個呢 要到底 為什麼要到底 就是我們將來 要讓它 有一個深層的空間 然後左右 方向 老師 那個底是哪個 最下面 是這個 不管 你就壓到 壓不下去為止 壓不下去為止 好 轉一下 那個空間 剛好你怎麼放進去 當然 等一下就是跟腔下 發生的 一個 的 最終不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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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 謝謝 謝謝